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时报 我是段友如 美国在上周发布了2017人权报告 点名中国打压少数民族异议人士 严重的侵害了人权 昨天中国国务院也发表了两份报告来反击 批评美国自己更是粗暴的侵犯人权 还有种族歧视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发布各国人权报告 点名中国监控限制人身和言论自由 更打压种族宗教级文化 痛批中国每天都在侵犯人权 对此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表示 美国的报告是恨家指责妄家谬评 发表两份2017美国的人权侵害记录报告 反过来批评美国老爱已道德裁判官自知 扮演人权卫士谴责他国 实际上美国人权情况逐渐恶化 人权记录劣迹斑斑 国务办发布的人权记录洋洒洒一万字 指出截至去年12月25日 美国共发生6万多起枪击案 造成一万五千多人死亡三万多人受伤 去年更发生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 可见美国暴力犯罪攀升 报告里更指美国种族歧视严重 而且已经是整个社会系统性的歧视 还引用美国相关机构的研究报告 指出非洲裔美国人被误判的几率 比白人高出7到12倍 相同罪性非洲裔男罪犯也比白人男罪犯的刑期 平均高出超过19% 另外贫富差距更是被联合国指责 领导人正试图把美国变成极端不平等的世界冠军 美国0.1%最富有家庭的财富 相当于是九成最底层家庭所有的财富总和 人权记录里也批评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 粗暴侵犯他国人权 在叙利亚一连串的轰炸攻击 就造成当地大量平民死亡 国刑办在2017年美国侵犯人权试剂 更是按照时间顺序一笔笔记录 包括美国的航空公司因为超卖机票 粗暴将亚裔乘客拖下飞机 还有退出巴黎协定 以及监视巴基斯坦数百个IP位置等等 反批美国侵害人权庆竹难输 不管何种侵害各国政府都该检视修正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